好 晚安各位 首先我會講幾句話 我們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在今日較草時候 進行了一個打擊濫發 免針止的行動 行動之中我們拘捕了一名醫生 和三名的女助手 我們也在行動中檢獲了 76萬的現金 我們相信是犯罪得益 有關行動的詳情 我現在交給重案組總督察李家維 稍後我再為大家解答問題 如果有的話 好不好 警方在較早前接獲宣布 指在油尖區一間私家診所的醫生 在未經診證 或者未檢視病歷紀錄之下 簽罰免針止 以及濫收診金四千至五千元 西九龍總案組接手調查 並在今日較早的時份 即是2022年的9月20日 晚上9點 在油麻地尼敦道的一間私人診所 進行放射行動 探員見到事件成熟之後 就在上旨進行搜查令和展開調查 探員在現場檢獲了大量的相關文件 電腦和大約港幣76萬元的現金 經過調查之後 警方是以串謀製造虛假文書 拘捕了一名76歲的男醫生和三名職員 年齡介乎35至76歲 案件仍然在調查中 我們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呼籲 任何人以違法的手段逃避接種疫苗 是會嚴重危害到公眾健康和公共衛生 任何人涉嫌製造或者使用 偽造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 有可能是會觸犯法例 一經定罪最高是可以判監14年 今日的簡報是這麼多 可不可以講講醫生的背景 等一下 以下答問問題 各位傳媒有問題先講出自己的機構 再問問題 明白 想問一下 講一下醫生的背景 這個醫生是一個香港的註冊醫生 剛才說了應該是差6歲 診所就在油麻地一個私人診所裏面 有資料顯示好像有開過公共的治療 有沒有財政壓力 這方面我們暫時沒有資料 還有問題 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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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求生的人 是否知道醫生會開這些燃爭指 另外 其實到現在 由他開始出這些燃爭指 到現在又簽了多少張 接含多少金額 還有有報告說他可以油麻地發出 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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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都是朋友介紹的 絕大部份人都是 至於說出了幾張針紙 我們今天 只是今天 我們暫時找到的 都有大約193張 這個只是今天 之前的日子我們都還在計算 因為都不少的 相信 我們現在找到這76萬現金 我相信是部分的收益 因為有部分的客人是購入信用卡 所以這些我們暫時沒有現金找到 但是這76萬現金應該就是部分的收益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是非常之可觀的一個金額 我都想重新說一件事 我們警方是非常重視這類案件 因為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濫用了法例給他們的權力 去進行這些違法活動 我們非常重視 因為他們的自私行為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去危害到香港社會的公共衛生 和整體的防疫工作 所以是很不要得的 是 是 你說很多市民去了 拿一面針紙 那會不會透過診所的紀錄 去追查 會有什麼檢控行程 是 我們會的 是 會的 是 還有看到近日很多濫發針紙的狀況 其實警方那邊是怎樣看這個風氣呢 最後都想請教 其實日後是否都會繼續去派員去放射 有沒有說會特別針對哪一區呢 麻煩 他們四個角色 其實一個是醫生 就是真正去見那些認診人士 以及去簽罰免針止的人 還有另外三個助手 其實是分別幫他們做一些行政工作的 可能是幫他們入資料到電腦等等 所以他們好像一個診所那樣的運作 至於我剛才說了 至於我們怎樣看現在的趨勢 我正如所說我們非常重視 因為這些真是一個很不要得的行為 為了自己的利益 就危了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和防疫工作 所以我們警方的行動是會繼續進行的 我們也會繼續進行一些情報主導的行動 去打擊這些那麼濫發 免針止的醫生 好 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現在就拍照環節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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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